对方卖 Lets go 走给妈妈 新别妈妈妈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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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走给妈妈 新别妈妈 插手边长 哭涩 走给妈妈 新别妈妈 我们一起当当下 走给妈妈 新别妈妈 人被妈妈来哟 终于煮好了 看到了 哇好香哦 苹果姐姐 谢谢你煮这一菜饭 请我吃 开始 好美味又好好吃喔 那我要開動了 好啊 開動 試點這個好了 莫莫姐姐 妳是領帶 要在燙碗裡面了啦 唉唷 討厭了 又沾到 而且都濕濕的了 我每次喝湯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耶 莫姐姐 莫姐姐 為什麼妳有打小領帶 妳都不會沾到 也不會發生像我這種事情呢 開玩笑 莫莫姐姐 我這個領帶可是特製的喔 這個叫做 妳看喔 我怎麼動 汤都保持服服帖帖在我身上 都不会掉到菜里面或是汤里面 好炫啊 苹果姐姐 你怎么做打看起来很立体 很厉害吧 那今天我们就赶快教大家做 保持服服帖帖加领带 好啊 好啊 不过要等一下哦 等一下 还要当什么 当然是现在把你这一桌的爱情 统统吃光光以后 再开始当早做啊 那是当然的咯 我们现在就开动咯 耶 开动啦 对 苹果姐姐 你的领带又掉到汤里面了 哎呦 怎么又站到了啦 哎呦 那我还是赶快教你做这个 保证服服帖帖加领带吧 It's mobile day 耶 哇 今天小朋友一定很想要赶快 做服服帖帖加领带吧 要怎么做呢 好 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一件T恤 白色的T恤 或是小朋友喜欢的颜色哦 那白色的我们早是比较好做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像垫板啊 或是这种 专刀的鸽板里面 外面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用这个夹子夹起来做固定 好 垫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帮它画上图案了 好 今天我们先画上领子的部分 要做小领带嘛 所以我们要有领子 好 那在画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像这样子 摸摸也这样把衣服撑开来 好 撑开之后比较好画哦 好 领子画好之后呢 还要往上画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 好 另外一边的领子也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拿出绿色的蜡笔 然后呢 画出领带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衣服在两个边 记得要撑开 那这个布呢 本来就没有那么好画 小朋友比较好耐心哦 把握好边之后呢 还有变领带 这个是结的部分 那领带的部分呢 我们一起来画 好 画下面要有一个尖尖的 像三角形的样子哦 好 要画出尖尖的地方 这是领带的形状 OK 像这样子领带画好了哦 好 那我们要看领带要怎么着色呢 领带通常有很多花样 那今天我们要画形线条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画上绿色 找绿色 然后再拿出橘色 橘色的蜡笔 我们也画上橘色的线条 那斜斜的话会比较好画哦 好 记得手是要撑开一点点 好 像这样子 间隔的一层绿一层橘 间隔我们将画下去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 画完之后的T恤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哇 你看 有两种颜色的领带 而且呢 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也可以画一个小口袋 或是你自己要在这边画出一朵花 或是其他的形状都可以哦 但是呢 这个装好色的T恤呢 现在还不能穿呢哦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小朋友呢 要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必须要先透过熨斗 把它熨烫过一次哦 像这样子 我们拿一张苗兔纸 放在这个有颜色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加热之后的熨斗 所以小朋友使用的时候要小心哦 不要烫到手了 那现在呢 我们拿这个熨斗呢 熨烫过一次每一个地方 就是只要有角色的地方 都必须要用这个熨斗熨烫过哦 像这样子 口袋 好 现在要烫饼子咯 为什么要用这个熨斗熨烫过去呢 因为这个蜡饼呢 是用蜡做成的 所以当我们在用这个熨斗加热的时候呢 这个蜡就会自然的 跟我们衣服的纤维结合了 所以小朋友在拿这件衣服去洗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颜色已经跟纤维结合了 所以就不容易掉色了 好 那现在我们都已经熨烫过了 现在我们再拿出另外一个秘密武器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泡泡笔 这个泡泡笔很神奇哦 好 要怎么用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好衣服的边线 像是这个脸丝 它是蓝色的 我想要让它的蓝色呢 可以凸起来 那要怎么做呢 把这个泡泡笔 放在这个上面 像这样子 系上去 可是记得咯 这个泡泡笔是一种颜料 所以系的时候呢 不要提太多咯 沿着这边 把它系上去 像这样子 好 口袋一样 我喜欢口袋也有凸起来的感觉 所以呢 我在这个口袋的边线也把它塗上去 泡泡笔 好 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找不同颜色的泡泡笔 然后在它旁边上面滚边哦 滚完泡泡笔之后记得咯 要有一点点耐心 先把它放在旁边让它干咯 好 等泡泡笔干了之后 就变成像这个样子咯 你看我们摸摸看 都不会掉了 有没有 都干咯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拿出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 等得了 等得了 吹风机 没错 我们要吹风机呢 在这个泡泡笔下面吹出 它就发生神奇的魔法咯 一起来看看这个魔法是什么 开 好 大家仔细看咯 好 摸摸姐姐先吹上 有没有看到 它吐起来啦 哇 真是太神奇了 哇 太神奇了 这个泡泡笔啊都吐起来了耶 哇 小朋友没有看到啊 哇 真的很特别哦 而且呢 这样子我们领带跟领子 还有这个口袋的地方 这样看起来就更立体了耶 好 那加上这个魔法之后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除了可以画一个 笔笔贴贴的假领带之外 当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画出各种不一样的图案咯 你们看 哇 画了另外一个 因为呢 我那天去郊游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红红的大太阳 所以画了一个太阳 还有草原 我也画上了彩虹 这些都是用我们衣服专用的彩绘腊笔做成的 用一样的步骤 把它晕烫过之后 待会洗衣服的时候就不容易掉咯 那小朋友一样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呢 在自己喜欢的图案上面 把它加上泡泡笔 你们看 这个云朵呢 我这整朵云都是用泡泡笔做成的 只是它中间是填满的 一样我们用吹风机吹一吹一吹一吹 它就会像这样子 凸起来泡泡的 而且它干了之后就不容易掉色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现在还有这一件 还有这一件 你看喔 这一件本来是长袖的 我把袖子剪短 然后贴上这个蕾丝的袖子 还有袖口的地方 我有剪成像这样子 好像有剪成一条一条的感觉 多层次 然后下面也是 用泡泡笔画出花 还有花草的样子 有没有看得出来很立体呢 真的很立体耶 都秃秃的 没错 所以小朋友 你可以设计你喜欢的任何图案 要设计在你喜欢的衣服上面 太好了 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画出不一样的衣服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开 服装派对了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我们要去画衣服了 好 要去画衣服了 要去画衣服了 要去画衣服 但也很想不到我 金黄色的荷包 但小太阳洞 哈喽 褲子大小绕绕 但甜甜的萌萌 准备好你的伤伤 我爱你请搜 欢迎光临 东萌萌西萌萌餐厅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可爱的小灾人 欢迎第一位勇琪妹妹 哈喽 友琪姐好 哈喽 欢迎你 好可爱哦 那我们欢迎第二位是可爱的余莉 跟我们挥挥手 嗨 余莉姐好 欢迎第三位小朋友 琪莎 嗨 琪莎 你好 哇 好棒哦 今天呢一样要做好吃的蛋料理哦 莫莫姐姐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 鲜汁海苔蛋 哇 那我要做的是 烧肉酱油烧哦 那今天我就先来动手做了 好 首先呢我们准备15cc的高汤 我们把它倒在这个小小的搅拌盆里面 还有准备了15cc的酱油 一样把它倒进来 哎 在这个高汤还有酱油里面呢 我还加了一些些甜甜的东西 就是10公克的糖哦 我们把这个沙糖一样倒进这个酱汁里面呢 好 现在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咯 说到这个酱油啊 酱油好像有很多奇妙的地方 我们听听看达人怎么说 哎 来哟来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苹果导游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 跟我本人可是有一点点关系哦 这个地方就是西螺 啊 你说我是不是西螺人 哎呀 不是啦 是这个西螺的特产酱油 跟我有一点点关系哦 因为这个酱油的台语就叫做导游 那由我这个苹果导游来介绍这个西螺导游 是不是最恰当不过了呢 哎 说到西螺啊 他产酱油的历史已经上百年了哦 因为这里的水质 温度 湿度 最适合酿造酱油了 而且啊 一切都遵循古法酿造 所以呢 西螺一直以来都有这个 导游王国之称啊 这里产的酱油真的是甘甜味美 非常好吃 只要加一点米在这个食材里面啊 就非常的美味可口 让我还原起小时候的古早味酱油蛋耶 导游啊 导游 你真的是最好的调味料了 哎 哎 客人啊 留一瓶那个西螺导游 给我这个苹果导游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酱油这样呢 已经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待会我们要倒到哪里呢 就是要倒到这里面的 小朋友看到这个是什么 答对了 这个就是蛋哦 好 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哦 把五颗蛋搅拌均匀 好 你们看 我已经把它搅拌均匀了 像这样子 那我刚刚搅拌好的酱油酱呢 一样我们把它搅在这个 拌均匀 好 哇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啊 烧肉酱油蛋最主要的食材 就是我们的这个酱油蛋了 好 我继续把它搅拌均匀 待会我就要把它煎一煎 把它煎熟了 好 那我的是茄子海苔蛋怎么做呢 我打蛋的步骤跟苹果鸡蛋一模一样 但是苹果鸡蛋是加酱油还有糖 我今天不是 茄子水椒加一个酱 叫做什么酱 小朋友知不知道 番茄酱 很好答对了 鱼鱼好厉害哦 没错就是番茄酱哦 所以它是我今天的主角哦 那番茄酱我们要加三大匙 那我现在这边呢加一点点 好 三大匙 然后把它均匀的搅拌搅拌 哇 你看我们的蛋液就变成 有点橘橘的颜色了对不对 对 好 搅拌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来煎我们的蛋皮了哟 不用倒太厚哦 薄薄的就可以了哟 好 差不多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等一下 好 你看我们的蛋皮 鸡毛泡泡了 那我们就把刚刚切好的这个蛋皮呢 对折好的蛋皮 我们把它放上去 好 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边对折过去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看 这样子就有两层蛋了 那小朋友跟宝宝妈妈 可以多用几层 那样就变成很多层的厚蛋了 看你要用几层都可以 最多可以到五层哦 那接下来呢 你给我的千层酱油蛋 你姐姐好了 我煎了好多好多层呢 然后我再把它千层 像这样子的长条形 当然了我要做的是烧肉酱油蛋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少不了肉片了 今天呢 因为姐姐准备了这个烧肉片呢 它其实是牛肉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猪肉的话 也可以请妈妈帮你准备猪肉哦 好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煎好的蛋皮 卷在这个肉片里面呢 我们要把它卷起来 我们把这个卷好的烧肉呢 还有蛋皮放在平底锅 煎一煎 然后记得咯 四个面都要煎熟哦 像这样子 好 耶 那我的蛋煎好之后 你看就变成像这样子 好多层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里面啊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好那现在我们要再准备海苔 像这种长条形的海苔 做什么呢 我要把我的蛋包在里面呦 好所以呢 我们就先把我们刚刚的蛋切好 成像这样一长长的一块一块 把蛋切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海苔里面 我们把它包起来 卷起来呦 哇好好吃哦 好到这边的时候怎么样啊 黏起来很简单 我们呢可以沾一点点水 然后呢涂在我们的海苔上面 然后这样子呢海苔就会黏起来咯 这个小蜜蜜是不是很特别呢 好那我们呢 把我摘好之后就把它放在盘子里 多用几个等一下就可以吃吃咯 那小蜜 你知道海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一起来听听看达人怎么说 嗨 大家好 我是海苔小贼美丽啦 好小蜜 你说外面是太阳人哦 好 拜托啦 那不是啦 是我在赛海苔 什么 你不要小看这些海苔呢 这些还走 只要经过赛一赛整理好之后 就变成日本料理里面 不可厚切的这个海苔哦 什么 你说这个海苔没有味道 拜托 这个海苔里面可是有很多的养魂哦 像是 有维生素 旺木质 含量的非常的高哦 还被称为 而且多吃的话 可以增强美意率哦 永保年轻 还对心上血管的脊肢 都很有帮助哦 好啊 我不多收了啦 我要去给海苔画一画面 让太阳都带的酥酥的 好 再给 沒錯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海苔燒得好了 你看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呢 好我這裡已經做好了 你們看我這個燒肉醬油蛋 已經天熟了可以起鍋了 那小朋友要吃之前呢 當然這個醬油蛋少不了醬油 或是醬油膏喔 我們可以在這個燒肉醬油蛋上面 再淋上一層 你看這個是好吃的醬油膏 淋在上面 它就會變得更美味更可口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想吃 小朋友想不想吃 真的 那我也要加上我的 無敵秘密武器 這是我的 雙飯醬醬的單一裡面 我這個時候還要搭配在外面 雙碗提炸 等一下會更好吃喔 好 太好了 小朋友都很好 對不對 太好了 那現在就進行我們的吃吃時間 看到了 好棒喔 今天先吃蘋果姐姐做的這個 燒肉醬油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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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都等不及了耶 趕快吃吃看 這裡面呢 可以吃得到蛋的營養 而且還有肉肉在裡面喔 來 我來問問看 提升你覺得蘋果姐姐做的這個 燒肉醬油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棒喔 那現在呢 我們要吃吃看蘋果姐姐做的囉 好 沒問題 來吃吃看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麼好吃 酸酸甜甜好吃味耶 好 好 那不過現在又有點緊張了 又到了我們的舉牌時間囉 沒錯 又要來投票了唷 你看 魚粒都吃完了 好膨胖喔 謝謝你 真的都吃完了 好 來 彩排先放下來 好 好 倒數秒喔 一起數 5 4 3 2 1 請舉牌 你們把喜歡吃這個 我跳過一場 妳說什麼東西 真的 妳是想吃這個嗎 所以妳不要吃蘋果 那其實妳覺得是蘋果姐姐做的好吃 還是摸摸姐姐做的好吃 摸摸姐姐做的好吃 摸摸姐姐做的好吃 謝謝 那魚粒妳覺得有熱熱的比較好吃 還是有番茄醬的 番茄醬的 番茄醬的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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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妳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因為蛋餃茄是真的很好 小朋友都喜愛喔 所以其實今天是番茄醬 搭配了我的醬油 沒有關係 蘋果姐姐 其實我覺得兩樣都很好吃 而且妳的包肉也很特別喔 對啊 小朋友可以吃到蛋的營養 還有肉肉的營養 是很好的喔 好 好 很好的 謝謝小朋友今天來我們的 東猛猛西猛猛餐廳 等一下還要我們來創意比賽 對不對 沒錯 來進行我們的 想像力發光 好 那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咧 就是這個 雙眼 將 沒錯 好 那我們來開拳吧 好 剪刀石頭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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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傳說中的 前後 真的真的 好 那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好 創意60秒 計時開始 好 這個呢 也可以當作飛盤 好 如果兩個交選的話呢 可以當作望遠鏡 好 如果兩個交選的話 啊 小朋友不能做壞事 會被警察抓走喔 好 真的耶 那還有如果你放在腳下面 就很像樓梓這樣 嘿嘿 樓環 那如果這兩個的話 你看 把這個拿下來 貼在這邊就是 兒環 她的兒環 那如果一個的話 他的手上就是手環喔 好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頭上 你看是不是 今年最流行的法式呢 那如果一個的話 在這中間的話 很像天使有沒有 它的方箭 還有還有 你也可以拿這個 當作那個演唱會裡面 有沒有 那個反光的 叮叮 叮叮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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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你不起跳ב α呢 你可以当做直开轮 两个轮好好 那呢如果说这个呢 可以当做那个 手环 手环上다면 手标 直接走到 现在是单一些 手奖交的 哇 真的好好玩 小朋友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下次同学期见 还有收看我们的 多猫猫 新猫猫 拜拜 猫猫人就这样子啊 你一起来这样子 哦 我小天使直接就飞走了